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欢迎收听每周六 中午12点的深沟新闻 我是要说台语就说台语 没说台语就说话语的大语 收散是第一次记者 欧小雯提供的上新的消息 一年一次的沉高村抵安会报 这个星期是晚上7点 在守望相助队的办公室基行 根据前主委丹英昌阿公解释 这是沉高村主动要求警方 为船民提供的服务 不然算到上新的抵安情报 也要向船民的心声说给他们听 这次纪然关分局的副局长和行政 都到了现场 跟船民怎样以逢走骗 以及遢到家暴 这种家庭博力的事件 怎样通报丁丁 蛤?你骗我怕? 路上朋友遢到家暴 车卡113求助专线 蛤?你骗我怕? 是的 男人也有可能遢到家庭博力 这个时候车卡内政部 南省关怀转转转 08000013999 08000013999 08000013999 他说第三月份 当地在无用保安 保安纸有时会停在楼宾 农村也烧楼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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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因为摔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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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在後也公佈穿高穿的守望相助隊 現在有缺人喔 雙方雙方都可以加入 一個月在班兩次就好 孫羅的時間是晚上九點半至十一點半 小文化最快已經報名了 請問孫羅之前需要練什麼功夫? 不用 來這裡說 走下來的時代文社記者 OVER提供的無情經新聞 小間蔬菜的店中最愛的黑石狗 麵線已經讓人啪起來了 那就是節奏 以後看到麵線讓人站起來 不用太緊張也不用趕緊把他們打開喔 哎呀 這到底算什麼小新聞呢 還有文社大高最近順身的餐廳是 在餐廳店沒稍微拔一下 買起來之後發覺膝蓋有彈簸的破皮 辛苦是沒什麼要件 同樣可以畫一句 我的身體超好的 是的 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來喔 秀隆的餐廳 白衣的窟病的環圍越來越大了 其中最嚴重的算是土拉克的餐廳 兩邊的面接龍要跌50% 白名第一 誰要這種第一名啦 以上由OVER提供的黑白來新聞 感謝收聽 OVER我會被你害死啦 好的新聞過後回到今天的節目主題 今天到深溝村和我們聊天的是農田裡的科學計畫的主角之一 林芳怡 但事實上芳怡也是住在深溝村 她也是深溝村的小農 所以呢照我們的規矩 以快問快答的方式來認識她 快問快答 我是林芳怡 烏龍第三年 種的是水稻 大概快兩甲 請問你最喜歡夏天的時候看到哪一種生物 福瘦羅吧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蠻有趣的啊 可是他會吃你的秧苗欸 只有 剛插秧的時候啊 所以插秧的時候遇到福瘦羅也還是高興的 沒有 那時候就會很痛 好 那請問你在田裡工作的時候最怕遇到什麼 嗯 小孩吧 在田裡工作為什麼會遇到小孩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 大概兩三歲的小孩 那我們一定要帶他去 那只要他一去 那你就不用做事情 為什麼他會做什麼事 就是他其實很喜歡夏天 可是我們必須還是要跟著他 對 所以就當他左右護法 對沒有錯 那他會把田裡的狀況搞得很糟嗎 其實也還好啦 只是他可能一下子會鋪街啊 然後幹嘛的 所以你們應該不會輕易帶他夏天對不對 其實會啦 會啦 所以就是甜蜜的負荷 那請問可以在田裡尿尿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行 嗯 這給稻子養分啊 哦 所以 而且這不是那個身為農夫必須要具有的特質嗎 哈哈 那是男的農夫吧 女生也行嗎 可以啊 用雨傘遮一下就可以啦 而且你嗚呼我們家萌萌 他就是直接吐褲子的 對 那是因為那是一個一兩歲的小孩 那請問方怡小姐 您自己也在田裡尿尿過嗎 有啊 那也是用傘遮嗎 對啊 或躲起來就可以啦 原來可以這樣啊 對啊不然你看你田每個地方 又不一定有廁所那怎麼辦 對這也是我一直納悶的事 但我相信有些人單是說不行 因為可能 好就像我好了 你可以問看看 現在有誰說不行嗎 可是總是怕會被看到欸 嗯 被看到也不會怎麼樣吧 蛤 是嗎 而且你看有時候倒字就很高啊 根本看不到吧 那如果剛開始插秧的時候 秧秒還很小呢 那就躲一下就遮一下吧 好豁達喔 請問這位在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 林博士 您從以前就這麼樣豁達 可以在 對其實我們在野外做調查 有時候去山上 你可能就一待就一個禮拜 像我有一次去北極是待兩個月 那沒有廁所啊 怎麼辦 你去過北極兩個月 對啊 然後我就沒有洗澡兩個月這樣 喔 所以都在雪地裡面就地掩埋大小便 其實我們在北極狀況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不希望留下人類的足跡 所以我們其實會收集起來帶走的 兩個月收集了所有的大小便帶走 對 哇塞 不然其實可能會還是擔心說那個會造成一些影響 好 那接下來請問農民食堂哪一個廚師你最喜歡 那個文昌 為什麼 因為他煮的菜真的很好吃 純粹好吃是不是 對啊超好吃的啊 那就是手藝很好的意思喔 嗯 他有去上課喔 喔 是為了做農民食堂的菜兒上課還是自己的喜好 他是為了他的寶貝女兒 喔 好幸福 他堅持每餐都要有五菜一趟吧 請問你最想跟地主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趕快跟我們簽約吧 又到了簽約期了是不是 嗯沒有啊其實就是 現在要簽約其實有點困難 大部分都會是口頭契約 那我們其實一時希望說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保障 有過什麼不穩定的感覺嗎 嗯其實有時候比較說 有可能就是狀況是 可能地主他們自己要收回去種 或是自己有親戚要來種 那有時候其實養地就跟養小孩一樣 你要花很多時間把他照顧好 啊然後可能你照顧好之後 欸那你就要還人家了 那就很捨不得啊 對 所以過去那三年都是在同一塊地嗎 我們每一年都有一點變動 啊養了小孩就送走 對啊對啊就會很捨不得啊 這三年遇到的地主都是沒有實際簽約的動作是嗎 嗯是 所以對於小農來講心裡有一點忐忑 會啊因為你就會想說啊那我好 就是因為你每天都去尋田水 那你可能會做一些土壤的改善 那就是把整個水利工程做的還不錯 那也比較了解說這一塊地的特性 因為每個小孩子的特性也不一樣嘛 那你摸手了好不容易摸手了 可是你明年又可能又換了一些地 你就是從頭就開始像照顧小baby開始 要照顧到他可以跑啊可以跳 然後你就要明年又換了一塊 那其實對農夫來講 第一個是情感上會捨不得嘛 第二個是你就是要再從頭摸索起 去適應新的一塊田 對對彼此適應這樣子 可是在每一次跟新的地主 要合作那一塊田區的時候 你們都會提出希望簽約 可是地主都不願意是嗎 其實像我們在深溝這邊的地 大部分是有一點算是 大家沒有會講開說要簽契約啦 因為有一點算是有一點默契 因為這是之前那個政策上的一些 就是跟著有其田 還有三七五檢出的陰影 因為如果說地主 你如果電農 電農就是有簽契約的嘛 確定 那他們其實很擔心說地主的田 之後會被電農給拿走 所以基本上紙本的契約 他們會比較擔心這件事情 地主有這個陰影啊 是啊是啊 但在深溝村小農過來租地種田 已經是好多年下來 尤其是賴清松大哥他十二年前開始 所以那種信任感相信是都有了啦 是我覺得人之間的信任感是有的 那這個不信任感應該是地主跟政府之間 因為是法令的問題 對 所以小農只是夾心餅也無能為力就對了 會比較困難這樣子 但是小農的心聲是覺得還是簽一下 對自己比較有保障 對 而且就是那會讓你有一個農民的身份 喔 有農民的身份 所以是農保的意思 可以加農保是這樣嗎 應該是 反正就是說你因為你有黑子白子的契約嘛 所以你就很確定你是一個電農 然後你有一個務農的事實 那基本上例如說在申請一些政府的補助上 他們都還是希望你是有一個租地租潤的契約 實質地證明你的務農身份就對了 對 那這倒是很奇怪了 堂堂一個台大動物學研究所碩士 到美國維吉尼亞州修讀了野生動物保育 博士畢業專長是鳥類和棲地研究 你竟然跑到宜蘭來種田 然後還想要變成電農 想要一租就租多少年 想要種田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長期的話 可以例如說一次租個十年 哇塞 對 因為我們也想要再推 就是我們除了種田之外 其實我們有點算是半農半X 那這個X其實就是科學家 我們想要在就是農田裡面 推行一些友善農業的科學計畫 用自己的專長科學的部分 而且你一直用我們 當然就只跟另一半 易漢 陳易漢先生 中山大學生物系畢業 美國生物學碩士 那個學校我唸不出來 然後一樣就是這兩個在美國 戀愛 結婚 生子 然後他還不會走路才幾個月 就跟你們到宜蘭 幾個月的時候 大概是好像是七八個月吧 我記得他來這邊的時候 還不會走路 所以你是說他現在有三歲半 三歲半 所以差不多第三年 所以對 看著萌萌有多大 他媽媽就知道方怡和易漢來生溝村多久了 而且大家等於都看著萌萌長大 是啊 然後每個人都很樂於把自己當成 人肉遊樂器材給萌萌玩 大家或許覺得 啊 小孩在農村長大 好像能玩的東西不多 玩具不多 沒有 你是不是也很高興小孩在農村長大 對啊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是那個小農的社群嘛 那而且Single就這麼多怪咖 所以他以後應該會有多元的那種視野吧 真的 就是這個怪叔叔教了什麼 那個怪阿姨姊姊格格 也可以教一個不同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還是今天希望回歸方怡的老本行 在你從事科學研究的這個部分 從去年開始吧 就最如火如土 然後一系列的研究 甚至於到後來 現在台灣各處的小農社群 都會邀請你去分享 就是福壽羅計畫 對 那這個福壽羅計畫 其實大明也覺得特別邀請方怡 用上節目聊的方式 我覺得這樣子的分享 對很多人來講應該會更方便 而且是也算是一個不錯的紀錄 所以希望今天開始 我們可以不定期的邀請方怡 把她的正在進行的每一個系列的計畫 分級的 然後比較有系統式的幫我們整理一下 那之後大家如果想複習 其實點一下節目 點開就能夠聽 那我們今天先從 就從福壽羅 你最愛的生物 福壽羅開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很粗淺的 我就我要怎麼樣認識這個 這個卵 或這個生物 福壽羅 其實福壽羅你只要去農村問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福壽羅 那是心裡的痛 對 因為其實福壽羅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說 他是外來種 所謂的外來種也就是說 他以前其實不住在台灣的 像台灣的福壽羅 其實是從南美洲 例如說阿根廷 巴西那邊引進來的 大概是在1980年左右 因為那時候大家覺得 他看起來好像肉很多 那所以就有生意人覺得說 那我就把他引進台灣來養 那之後可能可以做成羅肉罐頭 可以賺一大筆錢 可是後來沒想到說 他的口感不是很好 市場不好 所以大家就開始 就算是棄養 就是不再養他 可是那福壽羅呢 其實他在南美洲的時候 他最喜歡住的環境 就是那種有植被的那種濕地 有點濕濕的那種環境 那他來台灣之後 當然就很happy呀 因為台灣的水稻田 其實就很像他以前故鄉的棋地 所以他就很快就 適應 適應 大大的適應 所以 還反演超快的 反演超快的 因為像 那時候就有一些研究 有做他的一些生活史 像他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說 在田邊會看到一些 粉紅色的軟塊嘛 光一個軟塊 裡面大概就有200到300顆的蛋 軟裡面還有蛋 軟塊 所以軟塊是指的是 一坨 一坨嘛對不對 原來那一小坨裡面 有兩三百個蛋啊 好噁心啊 哈哈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到軟塊啊 可以上我們的那個 農田裡的科學計畫粉絲頁 我們有拍了一些影片 這樣子 在深溝小農裡面 還有人用那個 縮食攝影拍 浮秀羅產卵的畫面 還有浮花 真的是怎麼噁心 怎麼分享 怎麼紀錄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他生殖力很強 然後又加上說 欸他覺得在這邊適應的還不錯嘛 所以他數量很快就變非常的多 那 東西一變多就麻煩就來了 嗯 因為他其實很喜歡吃一些新鮮的植物的東西 嫩嫩的東西 其實很少動物喜歡吃老的吧 欸對耶 只有朋友是老的好 其他都沒什麼 都是嫩的好 所以他最麻煩的是 危害最大其實是在大概 像宜蘭是一起到座 所以大概是二三月的時候會插秧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秧苗是看起來又嫩又多隻啊 是 對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會通通從土裡面跑出來 然後大吃特吃 可是他在吃那些嫩芽 你叫嫩芽嗎 嫩秧苗 嫩秧苗 對 我也聽說連那種角白筍 其實其他農作物只要是剛發芽嫩葉的時候 對 他都會吃 所以 福壽羅對於台灣來講 就你剛剛說 引進來台灣之後 他這個品種幾乎就 在台灣泛濫成災 尤其是農業的部分 是 所以大家對於想要去剷除他 幾乎就是都是在那個立場了 好像已經吃的部分已經放棄了 是已經放棄了 所以就是只想要把他就除禁 是因為他從例如說1982年 有第一個例子 就是他會造成農業危害 所以算一算到現在大概35年了 那其實他每年大概就會造成好幾億的農業損失 在台灣嗎 是針對他 光在台灣而已 對 那他其實在整個東南亞都是同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種水稻田 所以你的農田裡的科學計畫 針對福壽羅的部分 一開始其實要教大家認清他的一些習性 他出沒的習慣啊 飲食什麼的 然後才好下手去解決他 是我們其實為什麼會針對福壽羅呢 當然第一方面是 他解釋我們種田面對到的第一個難題 那我們其實來種田的時候有一個理念 就是說我們想要用一個友善環境的方法來耕種 就是希望能夠種出無毒的糧食 那同時也是保護整個環境 那現在確實福壽羅 現在因為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蠻多農夫其實在做防治方面 都是用藥劑去毒殺他 那例如說像耐克羅 如果你農藥的名字嗎 對 耐克羅 它是化學藥劑 那像有機的農夫的話就會用苦茶破 你可以想像一個是西藥一個是中藥啦 因為苦茶破 對 苦茶破是天然的 它是從那個茶科的植物的種子 榨油之後剩下來的渣渣 那它裡面有像無患子那種 造素就是你搓一搓會起泡泡的 那它是用那個東西造素 它撒到水裡面之後 會破壞福壽羅的塞 然後讓它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就自洗死掉 可是苦茶破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它不只針對福壽羅 水裡面的其他生物像 有一些台灣的原生羅類 像石田羅 或者是蝦 然後貝類 魚 都可能會被就是波及到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說 雖然苦茶破 它是有機農業允許使用的制裁 可是我們並不覺得說 它對環境是友善的 所以我們從去年就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認識它的一些習性 摸清楚它的底細之後 找出一個方法 把它給移除掉 在去年你的計畫進行當中 最常聽到小農們 很有興趣去實驗 就是大家都改成 晚上下鐵去抓羅 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對 這其實很有趣的是 從去年開始呢 我們這邊就有小農就 晚上很偶然的跑去田裡面 不知道在幹嘛這樣 可能去調水味吧 心情不好散播 然後他就突然發現 怎麼晚上感覺福壽樓蠻多的 在月光底下呢 看起來一顆一顆就覺得很多 是星星吧 閃閃發光啊 所以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這邊的農夫 就蠻常晚上跑去撿福壽樓 那他們都覺得說 欸 好像真的效果不錯 那撿到那個三斤半夜 那結果就有那種就是 老農夫啊 因為老農夫 大部分都是早上去尋填水嘛 他們就想說 你們這些新來 從都市來的那個新的小農是怎樣 是夜貓子 所以都是晚上去尋填水 去抓福壽羅嘛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 大家都在討論 有一點爭論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就想說 欸 那我們就做一個小小的科學實驗 那去看看說 福壽羅到底是不是真的晚上出來 結果是啊 啊 是 因為其實他們比較喜歡啊 也不是說完全 他們比較喜歡在晚上出來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就去 晚上去數福壽羅 然後白天也去數福壽羅 然後就發現說 欸 晚上 真的平均來講 福壽羅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大概會比白天多 大概二十 二十百分比 喔 大概兩成 兩成 對 如果田區越大 那那個多出來的數量就更大 是啊 因為像我們有算過 我們田的福壽羅 我估計起來一分地 欸 那一塊大概只有0.8分而已 就有兩萬兩千顆 福壽羅 好多喔 媽呀 跟天上的星星一樣多 所以多兩成的話就多了多少 四五千隻吧 欸 你兩萬多顆 你是指真的都要剪掉啊 真的都要把它 當然是不可能啦 嗯 可是我覺得那個 只要數量控制在一定的狀態下 應該就OK了吧 這叫減害計畫 大概就是減害而已啦 對啊 小媽媽 爸爸 媽媽 爸爸 媽媽 爸爸 我已經 受驚 阿股受驚 這是宜蘭縱為一人老大人 當地在上公報庫的現場 大家好 我超級大 小姐很順利 來為我們大家風 感謝你 謝謝 大家好 我還是 我教她 阿花 說到哈密瓜 一位比一位更順利 外物和魚鯉羽羽羽羽羽羽羽也會有很多 要較好聽 要整天下一個 要多吃一個 好吃就是要有好水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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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密瓜的高峰 總有的阿公阿嬤說 不用跟人家 吃完 因為 龍山海山 宜蘭最好 所以他 既然是夜貓子耶 但為什麼 這個生物的特性是怎麼 他為什麼會是喜歡 晚上出來 難道他也很怕熱 可是宜蘭的冬天 央苗插央春耕的時候 還蠻冷的阿 他其實是怎樣 就是說 以一年四季來講 確實溫度很重要 也就是說 福壽羅爾比較適合在 20度到30度左右 的溫度範圍裡面 他會出來蜜食 交配 產卵 所以呢 在宜蘭的話 你通常是 二月底三月時候 你就會看到氣溫回升 然後福壽就會從土裡面 都都跑出來 然後一直持續到大概 去年大概我們 測了一下大概10月底 那氣溫就會降到20度 他們就會躲到土裡面去 然後度過那個寒冷的冬天 然後隔年三月又跑出來 真可怕 他原來還能夠躲到土裡去冬眠 是啊是啊 而且很酷的是說 像日本也有福壽羅嘛 那日本其實 比較北的地方很冷 已經算是溫帶了 所以他們冬天 其實會降到0度以下 那也有一個日本人 做了研究就發現說 福壽羅在0度的時候 還要持續連續25天 才會死掉 很厲害喔 它可以忍住那種動的狀態 還能夠忍那麼久 不會被凍死就是了 品種一樣嗎 跟台灣的 一樣啊 這真的很難對付的生物耶 那這真的是因為 福壽羅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生物 它在原來的南美洲 它所生存的那個 緯度範圍就很大 所以它可能可以跨越 從熱帶、亞熱帶、溫帶 這樣整個環境 所以它的適應性真的很強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年四季的狀況嘛 如果以一天來看 就是一天24小時 它有一個週期 出末的週期嗎 對 什麼意思啊 它其實就是白天的時候 其實相較晚上 它會比較多躲在土裡面 白天的時候躲在土裡面的時間多 對然後晚上會比較常出來 所以就也是有一篇日本人的研究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 很有趣 日本人做研究很有趣 他就去看福壽羅就是 他可能觀察它24小時 然後看它什麼時候出來 什麼時候進去土裡面 他就得到結果是 晚上九點到半夜三點 是它的活動高峰期 哈哈哈哈哈哈 有點像那個夜店開門 九點 然後三點就準備擅長 就可以回去睡覺了 那白天的話就是 中午大中午的時候會比較少 可能那個時候 你也知道那個水溫會比較高一點 大概也是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 這個可能夜咖都是在睡覺的時候 對啊 其實這好像很吸引夜貓族回來務農欸 對啊 那個剛好那個活動模式 Match的很好齁 我們是不是應該展開另外一個活動 就是在明年春更的時候 招募都會去的夜貓子來參與 深夜除福壽羅計畫 真的齁 對啊 所以聽我們還可以在田邊弄個小吧台 欸 真 欸 這樣可能會採壞殃苗而已 像我覺得福壽羅 我就會用一個字來形一個詞 我就覺得 對農夫來講 他可能一輩子 處理了不知道多少顆福壽羅 可是對他來講可能還是很陌生 很熟悉的陌生人 好浪漫喔 你可以給他一首歌 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實從了解福壽羅的習性裡面 幾乎就可以決定了怎麼樣去解決他的方法 對 應該是說 我們想要找出的是 第一個當然是友善環境 第二個是有效率 這三個字很重要 因為農夫其實已經夠辛苦了嘛 所以像 例如說像福壽羅 我們知道他是夜貓子之後 那我們當然要防止他最有效率的時間點 當然是晚上嘛 嗯 可是很頭痛啊 他是夜咖啊 嗯 晚上九點到半夜三點 真的 夜店正嗨呢 可是人要休息啊 對人要休息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 就是想出是用陷阱 搭配幼兒 嗯 然後我們可能例如說黃昏放下去 然後就讓他過一個晚上 嗯 然後隔天早上再把他 就是再回收這樣 可能就可以 所以讓晚上出來開趴的不受弱 就把他抓起來了 自然而然的掉入陷阱 對 所以設那個陷阱 名堂大不大 就是該怎麼設計 然後該怎麼擺 那些經過你們的測試 其實你們也都等於在教大家know how的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們有針對像你講的怎麼放 什麼時候放 那要放什麼東西 這些有做過一些測試 那確實也是我們之後會陸陸續續來跟大家介紹說怎麼樣做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先了解他的習性 一個是他是夜貓子 大家徹底的認識他 原來他都是晚上開趴 大家最高興 我說的大家是福壽羅門喔 好 除了夜貓子之外 其實還有關於他出沒的溫度 剛剛有聊到像是你說 30度左右 20到30 20到30度左右是他會容易出沒的 對 比較活動的一個溫度範圍 所以我剛剛提過說一年四季 宜蘭的話大概就是3到10月 那其實我們跟這邊以前農夫聊過 這部分他們其實觀察就還蠻精確的 差不多符合我們的一些文獻的回顧這樣 那不過像今年啊 就發生了一件我們覺得沒有辦法預期的事情 什麼事 就是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今年大概從1月底開始 有所謂的霸王寒流來 對 對 然後整個氣溫下降 都下雪了 對 下雪 然後深溝這邊我記得是到10度以下 然後之後呢氣溫回升 然後又降下來 這樣一直不斷重複到3月底 那農夫就有點擔心 因為好像沒有看到福壽羅出來 嗯 所以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 大家覺得很高興 他應該死掉了吧 嗯哼 那可是我剛剛講的 0度才要 還要一個月嘛 對啊 所以他們是白高興了 然後第二個就說 啊我的田區福壽羅真少 太好了 像我們的文泉大哥 就以為 對 因為他今年接的是新的田區 嗯哼 對 後來發現那個之後就全部都跑出來 而且他真是禍不擔心 他最近遇到的問題是 倒飛溪 唉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說 那有沒有再精確一點 例如說20度到30度他會出來 那他有沒有一個跟出現的比例跟溫度 有沒有一個科學上的一個關係 可以去解釋他 嗯 所以我們其實就今年春天 在小煎蔬菜這邊 就擺了幾個箱子 那我們就把一些固定的 例如說一個箱子 放30顆福壽羅進去 那我們就連續觀察了兩個月 所以那整個溫度是從10度到35度 那我們就發現說 欸他真的有一個很明顯的關係 你們做了那麼多溫度香啊 對對對 哇 就有點半露天啦 因為從1月到3月 那整個自然的那個溫度變化 就差不多從10度到35度 對 那我們就每天去做紀錄 去數說 欸在水裡面的有15支福壽羅 所以就代表說有15支福壽羅 躲到土裡面去 嗯哼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下就發現 欸很有趣喔 他真的是溫度 在溫度越高的話 出來的數量越多 例如說在30度的時候 大概有七八成都跑出來 喔 對然後20度的時候大概有五成 嗯哼 那10度的時候大概只有一成 隨著溫度遞減 啊對 出沒的出沒的數量遞減 可是呢過了35度之後 他們又都不出來了 30度是個很重要的決勝點 35 35 因為太熱了 跟人的感受好接近喔 對啊其實我覺得 嗯 生物其實跟人 有些狀況也還蠻相似的 嗯 太熱你會躲在什麼冷氣法 對啊 然後 又太冷的話也覺得懶得動 對 所以那種很舒適的20度30度的時候 就欸 羞羞 該出來覓食囉 是 就都一波風出來了 對 所以這該不會 這個溫度計又讓你們想到 發明什麼東西吧 有喔 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既然農夫都不確定說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出去撿福壽羅嗎 那我們就利用這一個 我們得出來這個結果 我們跟深溝這邊的那個 Maker先生 陳信妍 哇 我們就要合作做一個 福壽羅警示燈 嗯哼 它就是有點像紅綠燈的概念 例如說 因為信妍有用一個氣象盒子 對 它可以測溫度 對 那它測到溫度之後 就可以馬上換算成 欸 現在福壽樓有多少層 會跑出來 例如說50層我們就覺得 嗯紅 黃色警戒這樣 嗯哼 啊如果七八層就說 嗯紅色警戒 你要趕快去處理它 就是要送急救的意思 趕快去救你的田的意思 對對對 好酷喔 所以你以後可能經過那個 小煎蔬菜這邊 就會看到 一個很大的紅綠燈啊 嗯哼 或者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這個來決定 嗯 我現在應該趕快去處理一下福壽 沒有 從來沒有人想過這件事情吧 對啊 而且這個紅綠燈 我們開車的那種 開車的人直覺 紅燈的時候就是會有這種警覺 會停下來想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你說 大家遇到黃燈的時候是那種 魷魚我到底該不該沖 對啊 都通常都不應該沖 比如說今天有吃飯 有飯局 你就會想說 嗯黃色警戒 還可以再等一下吧 嗯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好好分配你的時間 然後綠燈的時候 徹底可以放鬆 小農可以徹底的放心說 今天福壽羅 可以來那個食堂聊天 對 然後紅綠燈裡面感覺上就是 綠燈的時候是福壽羅的 戰鬥力最弱的時候 可是是小農可以最開心的 對 這是還蠻符合人性的設計 大家都希望是看到綠燈 對啊 而且你總不希望說 你每天就去田裡 可是今天福壽羅 可能因為氣汙的關係 不太出來 所以你的效率就比較差嘛 對不對 那同樣 五個小時 你在紅色警戒去的時候 你抓到福壽羅就越多 這個東西太管用了 它什麼時候要啟用啊 應該這幾個月會完成它吧 或甚至於它應該可以變成一個手機的通報系統 對啊 或者是我們把它量產啊 做成APP 然後再請大米幫我們廣告一下 必須的 必須的 我很希望當個那個 解決福壽羅的紅綠燈的廣播站 解決福壽羅 其實以你生物學家的角色 你聽到解決一個生物 是不是心裡還是有些糾結 會不會 應該是說解決 像以福壽羅這個狀況來說 我並不覺得我們可以百分之百解決它 因為它已經是來太久了 35年好了 然後它數量這麼多 所以我們倒不覺得說可以所謂的完全移除 倒是希望說我們先用這樣的方式把它數量控制在它的危害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要依靠田裡面的其他生物 來幫我們繼續維持它的數量在一個很低的狀態 因為大米知道其實很多 很多動物會吃福壽羅嗎 很多 有嗎 有啊 除了人類還有誰會吃它嗎 像 田裡面最常看到的紅罐水雞 一種鳥 紅罐水雞很可愛啊 對啊 那彩玉也會 彩玉是寶貝 對 甚至說 你聽起來會起雞皮疙瘩的水雞 啊哈 水雞這東西人人都怕 因為會鑽進身體裡吸你的血 可是你知道嗎 水田裡面的水雞 都不會吸人的血 特別是水田裡面的水雞不會吸血嗎 對啊因為 只有一個農夫他要吸水的血 他們都會餓死啊 他自己本身會失血而死 如果水雞如果吸血的話 是這樣啊 所以水雞對於農民來講是異蟲 應該說水田裡面的水雞 水田裡面的水雞 對 有兩三種其實是吃羅的 那有一種其實是吃一些 水生的一些生物 對 所以你下次去看到水雞不要尖叫 所以在你夏田剛剛節目一開始問的 你最怕哪一種生物 其實你幾乎沒有 因為你幾乎看透他們的每一個的天性啊 我覺得都還好啊 真的好淡定啊 今天的那一些 今天的有一些那個 這個 今天對於福壽羅的大致上他習性的了解 先那個透露到這邊 然後之後呢 我們還會錄怎麼樣 用這個DIY的方式啊 然後自己自制陷阱 或到底怎麼樣可以真正有效率的 減福壽羅 除福壽羅 可是這個方怡我們這一集算起來 也錄得非常坎坷的 是啊 經歷了一些很坎坷的過程 所以當你覺得我要好好彌補一下方怡 為這一集的出這麼樣的奉獻 所以我想留一點點廣告的時間 你大概也沒有想過說要幫自己的甜賣米 對不對 你就只想要拿來做實驗 因為賣米是那個我先生的事情 你幫他一下嘛 你的米有取名字嗎 有 我們的米叫做友善米 就是友善羹做的友善米啊 對 你們這樣商標很大 這樣好嗎 我們先趕快搶啦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那個 貢上服務的時間 剛兇 好不 慘了 我從來沒賣過米耶 其實我們的米是不用農藥 也不用化肥 不用除草劑跟沙羅劑 甚至苦茶破 我們想要用一個友善人體 跟友善環境的方式去種出這些米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喔 對 也不去強調口感啊 或者是包裝有什麼花俏特別 或者寄送的過程 有沒有附上Momo一個微笑 都沒有是不是 對耶 因為Momo已經變成我們家的那個 吸睛的那個小童心 超級代言人啊 你要一定要附上他一個大頭照 啾咪這樣子 一個啾咪 一個飛吻 那個米呢 馬上一斤再加十塊 因為這對父母太不務正業了 你們都沒看到那個Momo 每天都這樣髒兮兮的 好啦 不過他是因為玩得很開心 所以髒兮兮的 謝謝方怡 謝謝大米 謝謝 本節目沒有固定情緒 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十二點 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有好有壞 收聽時請相約 可以操作說明書